时辰不早了 十大藩王怎么还没来 难道十大藩王识破了我们的计策 再等等吧 若是真的不来 那就再想其他办法 十大藩王前来祭拜 太虚神主啊 你怎么就走了 你登基不过八百多载 正直壮年 怎么就驾崩了呢 太虚神主 身为你殿下之神 我必须要亲自见你最后一面啊 天龙王 你好大的胆子 你居然敢攻击龙关 你这是在亵渎龙区 行了 别装了 这棺果都是空的 亵渎什么 你们还眼上眼了吗 不错 这就是为你们设的局 但你们又能如何 此局你们已经身在其中 逃不掉了 死到临头 狂笑什么 笑什么 此人是笑你们皇室愚蠢 恭迎十王老所 什么 十位中三天五圣 羽化皇室 我们十大藩王府以此阵容来复祭奠 可还令你们满意 十大藩王 正所谓来而不往非离也 既然你们以此阵容来复 那我们皇室自然不能怠慢了你们 恭请三宝 恭请九龙皇祖 什么 十五位五圣 十大藩王府不知对我们皇室请出的招待之人买衣服 呵呵 不愧是羽化皇室 底蕴果然雄厚 不过 你们觉得仅靠六个侠三天五圣以及九个血气 挥轰寿员无多的老家伙 就能阻挡我们十大藩王府吗 太天真了 是吗 看来是我们沉睡得太久了 外界之人已经忘记了我们九龙皇祖的威名 今日 我们既然自沉面中醒来 自当替皇室灭藩平乱 哼 既然如此 那就废话少说 哈哈 十大藩王卯祖也如此不堪 在我们皇祖手下只能一味地防守 不对劲啊 羽化皇室 怕蛇板 老家伙们 你们不行了吧 怎么会这样 我们皇室底蕴已经进出 还是不能平凡吗 难道要去请父皇出关吗 但以父皇闭关前的状态来看 他纵然是强行出关 也不一定能阵杀十大藩王老祖 完了 终究还是引狼入室了呀 令阿奴 皇室有难 速速来源 什么狗屁九龙皇族 去死吧 什么人 多谢阁下相救 阁下是 我乃神灵守灵人 神灵 守灵人 守灵人前辈 还请助我们灭番评论 那是当然 我便是为此而来 可恶 怎么突然蹦出一个如此强大的守灵人 这个守灵人乃是五圣七重天 不好对付啊 看来 我们还是有些小看羽化皇室了 不行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再这样下去 我们十人必将陨落在此 看来是时候动用我们的底牌了 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你们要知道 我们的底牌可是要付出惨痛代价的 什么代价也比此在这里好 不错 底牌此时不用 更待何时 什么 暴圣丹 那是传闻中的暴圣丹 不好 十大藩王老祖被逼急了 快阻止他们 他们中有三位五圣六重天 若是服用暴圣丹 将瞬间成为三位五圣七重天的强者 到时 纵然有守灵人前辈在 我们也敌不过他们 呵呵 想阻止我们 晚了